所有的人跟著一起往前跑 結果跑一跑之後發現 怎麼辦 結果大家嚇到之後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沒有演避霧 如果萬一有狀況 理賠是多少嗎 應該說有災難的地方 應該都會有我的存在 如果你年紀夠大的話 災難之神 就所謂社會新聞 幫忙接納 重大事件 那我要講的是張錫鳴 十大槍擊要犯 是的 然後大家最印象深刻 不是他拿那個衝鋒槍架著一個老農夫 對 鏡頭都拍出來 然後再講過來把那個衝鋒槍對著鏡頭 對 為什麼會有對著鏡頭的畫面 這不可能是蕊好的 對 是不是 好 那其實那一天就是大家都覺得 張錫鳴在大聊 就在那邊嘟嘟嘟 結果突然看到一個警察往前跑 然後大家想說警察往前跑 應該是有狀況吧 所有的人跟著一起往前跑 結果跑一跑之後發現 張錫鳴出現在你眼前 這個球該怎麼辦 而且沒有防彈衣 警察也沒有防彈衣 他拿著衝鋒槍 他就拿著衝鋒槍 那你要趕快講話 你好 哈囉 可以接受一下我們嗎 不要訪問 好 沒有 我去記者 你好 結果他就馬上轉過來 把那個衝鋒槍就對著 所有的記者 怎麼辦 結果大家嚇到之後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沒有掩蔽物 還好旁邊有停車 所有的人各自往兩邊都握倒 好像在拍電影 就很像電影 但是握倒的同時 還是有人很專業 直接把攝影機架在那個 引擎蓋上繼續拍 也是沒有取拍 對 然後就可以拍到他在進化 所以才會有這個畫面 所以妳在那一幕裡面 妳是在現場的 對 那妳有想過如果他開槍的話 妳們要怎麼辦 對啊 年輕人就一頭熱啊 沒有想那麼多 熱血啦 就覺得哇 我讀到了 有考慮說這個如果萬一的狀況 理賠是多少嗎 根本就想不到這個問題啊 想到我的東西為什麼要害我 也算是為家裡盡了一點力量 要保險 要保高一點 真的太可怕了 來 貴雅妳也有 非常不巧 我們是 我們不是港鐵的 但是我們 同在那個現場 女人就喜歡這樣子壓著滑水有沒有 我本人在現場 剛剛榮安說他們沒有防彈背心 不好意思 我的東家有 我們是不同公司的 妳有防彈背心 但他不好意思 可能一整組出去 我們有六個記者在現場 但不好意思 只有兩件 那兩件又很好笑 因為我們是民間買的 然後他呢 那個規格 他後面有一個魔鬼瞻 那就是長方形 一面就寫著XX新聞 另外一面翻過來寫英文 是警察 兩難了 殺進去的 第一個可能 因為攝影比較需要 我躲在他後面就好了 所以攝影穿 但攝影穿進去有兩個風險 一 殺進去之後 那裡面是槍鈴彈油 一直都聽得到 對 那這時候如果我是攝影 我看到阿民我要怎麼辦 阿民 覺得他可以一直不太慘吧 對啊 如果是記者他還會說 這記者不用開 先不要殺 對不對 他如果翻到 他 你是 可力士怎麼辦 莫敵 阿總不要把它塗掉就好了 對啊 把它給 貼起來就好了 不是啦 我要講一下那天的狀況有多危險 他兩面誰不一樣 一個晚上開了兩千多槍 而且是黑黑的什麼都看不到 你也不曉得你打到什麼 狂開啊 要是 顧到黎明 天啊 那是要怎麼樣你知道嗎 如果是歹徒一過來 你一看歹徒 趕快露出 要露出嗎 警方驅趕 警察 警察 這兩面要翻得翻去 對 沒辦法 表明身分 所以你們是剛好卡在中間就對了 很難 如果你殺進去 但是因為他有拉封鎖線 警方看到你 你上面寫XX新聞 趕出去 會驅趕 那你如果是寫警察遇到歹徒 但有記者因為這樣殞命的 被子彈打到的好像沒有聽說 目前好像還沒有 別的方式 因為 為了保護機器 過了死的也有 你看 因為機器你的生命重要 丟掉就好了 幹嘛 機器幹嘛 在乎那個 憲哥賠就好 但是人命萬貼 對啊 他們通常都是保護機器 違憂 不是 還是人命比較重要 錢再賺就有了 對啊 來 伊拉克的他們部隊 事實上有分很多種不同的部隊 所以我的那個關係人 聯絡上的那個人 當我們 我們其實一大早從6點多之後出發 開了大概三四個小時的車 到那個檢查上 關卡的時候 結果 當天值班的是 另外一派的 所以又在那邊喬了 大概兩個小時 我們沒辦法過 他就是不讓我們過 不給過關 我們今天就 當天就被打回票 只能從 結果那一天晚上 我那個中間人 立刻趕快聯繫另外一個 然後想辦法 第二天又再開了四個小時 又到了那關卡 好累 才讓我們過 結果過去之後呢 我們因為非常興奮 我們就什麼都要拍 然後旁邊有斷橋 因為轟炸斷的橋 所以我們就把機器拿出來 三個 結果 因為旁邊是檢查哨 檢查哨其實是 非常敏感的地方 喔 別的 真的 那一天就是要去的 這個電影才看得到的話 事實上那個是油田 被ISIS他們撤離之後 燒毀的油田 你每次出國是不是 要先寫好遺囑才能出國 我有想過 可是每次想一想 就是上飛機就忘了 喔 好可怕 油田啊 因為我們在車上拍太明顯了 就被檢查哨的士兵盯上 對 他就發現車子上 怪怪的 有人在拍東西 對 為什麼會有人在拍東西 檢查哨其實是軍事重地 就像在台灣軍事重地 你是不能拍的 那就關卡嘛 對 最重要 所以他看到我們拍的時候 就立刻把我們車攔下來說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就是要我們把拍的東西給他看 我們只能乖乖給他看 因為他其實是 檢查哨尤其是戰地 他們是鶴槍實彈的 身上都背著槍的 我們不可能跟他喊扣嘛 對 而且中間你們也罵我們 說我早就警告過你不要拍了 為什麼你們還要去 而且他罵了嗎 我都聽不懂 對 了解 真的是 又有ISIS 毒氣攻擊 還有 這個差點傷命 汪偉你這個根本是 你太危險了 你都在玩地啦 汪偉 你這個薪水沒有一個月38萬起跳 那是不可能的啦 那請憲哥幫我跟老闆講一下 真的要真的要 你在哪一台 哪一台 三立啊 你就在這裡 OK OK 消失的國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很好看耶 很好看 很棒的節目 屢次得獎 這個用命換來的 就是 但是要進戰區 我們真的很想去拍他們跟ISIS打鬥的過程 想知道他們巷戰到底是怎麼打的 所以我們就被 我們是跟著軍隊進去的 我們當然不可能自己去 跟著軍隊啊 我們就到了民宅的上面 他們正在用狙擊槍 製高點 對 製高點 他們有跟我們講說ISIS躲在哪一棟屋子裡面 他們就在瞄準他 狙擊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聲音非常大聲 有有有有 第一槍下去你覺得 那種耳鳴的聲音就 你完全聽不到完全聲音 那聲音大很長 超大聲 然後呢 開完三槍之後 突然那個指揮官就有很大的動作 因為他講阿拉伯文 其實我是聽不懂的 然後就周邊的那些士兵突然動起來 就往建築物裡面跑 就要往樓下跑 我以為子彈打過來了 我嚇到 然後可是我們沒有頭盔 說實在 我們那時候安全沒有做 沒有頭盔 我立刻就蹲下趴下 然後叫我的攝影趕快跑 結果不是子彈過來 是毒氣飄過來 哇 一趴下來之後 他們立刻拿一個濕的毛巾給我 走 因為他們其實設備有差 就是沒有那麼完備的設備 也沒有防毒面具什麼的 他一拿濕毛巾給我 我就知道有毒氣了 而且我立刻就 喉嚨有點灼熱感 我就說 這不行 這就是毒氣了 我一定趕快跑 再吸多一點大概就沒命了 對 結果那一天採訪完之後 我們出去之後呢 我開始全身發冷 如果會發冷的話 應該是神經毒劑 它是氯氣 他們說是那個 氯氣 氯毒 氯 對 那會讓人怎麼樣 他說吸太多 第一個人會先對你的呼吸道 造成傷害 氯氣嗆 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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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氣